我们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 那么它上面的这个插孔 其实还隐藏了很多神奇的功能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下面一起来看看 苗永一 放电 手机的充电插孔 其实功能不只是充电 还有很多功能 我们只需要配一个OT机转换接头 一般手机电都有 很便宜 当我们手机没有电了 又没有地方充电 又没有带充电宝 可以插上一个OT机转换接头 再插上充电线 另一头再插上手机 这样手机就可以临时充当充电宝了 给另一部手机充电了 当手机没电 又急着等用的时候 非常方便 苗永二 连接键盘鼠标 当我们需要在手机上 输入大量的文字 手指按来按去太慢了 可以接上OT机转换头 再插上键盘 这样就可以直接用键盘打字了 速度一下快了很多 打字又快又方便 还可以插上鼠标 这样手机一下就变成了电脑一样 操作和玩游戏一下灵活了好多 操作和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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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充手机内存 手机内存小了不用愁 可以插上内存卡 是多用接口的 也可以直接插在手机上 这样就能直接读取上面保存的文件和电影了 随时都能查看,非常方便 小内存手机一下变成了大内存 以后不用再担心手机存不了多少东西了 要用四,抖取照片 我们在户外用相机拍了很多照片 可以插在手机上抖取 这样存储卡上面的照片都能够在手机上面查看 还可以第一时间用手机分享给亲朋好友 妙用五,遥控家电 手机的耳机孔 其实不光能听歌,还有个神奇的妙用 我们配上一个红外线发射头 大概十多块钱一个 插在耳机孔上面以后 手机马上变成了一个万能遥控器 可以遥控家里的电视器换台 可以遥控电风扇 可以遥控家里的空调 用起来太方便了 上面关于手机插孔的妙用 您学会了吗 也赶紧试试吧 如果你有更多的方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也欢迎分享转发 好帮到更多人 谢谢大家